6月19日 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前两个级别的世界拳王 国际拳击名人堂成员美国邹世民安德烈 沃德在接受采访时 给现任WBC重量级拳王泰森·富里指了一条名路 即是希望看到富里与前UFC重量级冠军纳干诺 或者现UFC冠军乔恩·琼斯进行跨界大战 众所周知 富里一直在为下一场未免战寻找对手 原本他签订了几个人选 但这些人要么因为不同原因无法和富里交锋 要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未免战不够吸引人 因此富里现在的心情既焦急又郁闷 此外 富里在过去两年里多次和纳干诺·琼斯有过口头交涉 表示自己愿意和他们展开跨界大战 对此 沃德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富里下一场就和MMA拳手打跨界的可能性很低 我希望富里选择一个差不多的对手 比如约舒亚进行一场 未免 然后就与琼斯或纳干诺进行跨界赛 富里现在的心思已经不在拳击上了 打跨界赛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 富里如果打完八月份的未免战 接下来他的目标即是年底在中东与乌西克的四大组织兼并战 不过有消息说中东主办方回绝了富里提出的1.2亿美金出场费的报价 认为富里要及太高 而且富里原本应该在今年4月与乌西克交锋 但最终比赛还是被富里不断制造障碍给搅黄了 很多人认为富里害怕输给乌西克提前认怂了 如果富里的确不敢和乌西克一决雌雄 担心失去不败今生 那么打完下一场未免战后 富里确实可以考虑再不伤害职业战绩的跨界规则下来一场赚钱还稳赢的比赛 感谢观看